比如国际友人假笑男孩,独自承包了三个月搜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,David Thomas,但是你一定见过这张眼,就是这个表情包,本人,他简直是昨天晚上真正的C位,各路明星都在和他合影,王思聪,朱一龙,李一峰,王源,黄晓明,陈独立,但是怎么说,隔着屏幕好像感受到了这个八岁孩子的脸疼, 他真的笑了一个晚上,事实上白天的时候,他先去的新浪总部,也是被大家各种围观拍照大家围绕着他各种拍照,簇拥程度说是流量爱斗结肌也差不多了,会对着他会讲笑一下笑一个给员工福利的时候,也是一副生无可怜的表情,别人看他的话就露出标志笑容。 大家都知道北京冬天非常冷,成年人守不住的天气,何况是八岁的孩子,而且衣服也不保暖。 红毯后场的时候,Gavin已经在瑟瑟发抖拍照的时候,他的手还在发抖。 孩子换了三个拍照地点,全程对着镜头摆出自己的标志微笑,他自己条件反射露出了假笑,主持人也让他smile,可是保持笑容,一分钟不动真的会脸痠吧? 以及人家叫Gavin,主持人全程较成了概论,他照结束以后,他就立刻变回了正常的脸。 本来大家都在开玩笑孩子营业不容易,但是这个事情越想越不对劲,张大大找他互动,他对着镜头就是笑容,转过头就是叹。 气和冷漠连,不能说不开心,但是可以说不享受吧? 活动不可能很早结束,Gavin听不懂中文而且还有时差,他直接躺在座位上飞了过去。 他的父亲和母亲,确实把这个孩子当作某种意义上的品牌在经营。 Gavin Thomas从小和母亲生活在美国的明年苏达州,小老红舅舅Nick Mastadon是他走红路上最大的功臣。 五年前,Nick分享了一个视频,Gavin头顶一个壁胡一脸无害。 Gavin的反应和表情,立刻就戳中了大家的笑地舅舅带着孩子一起拍Book,发现这个孩子在表情方面太有天赋了,他的表情超丰富,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流露,他根本毫不费力。 靠可爱身份尤其是他的笑容,这个微笑弧度完美呈现了什么叫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 这张脸和表情包,简直天乱七合,他的表情包实用只数五颗星,知名度就这么起来了。 其实几年之前,他已经开始在国外参加商业活动了,他不再是单纯一衣裳,在网上分享日常的孩子,有了经纪员,有了专门的包装团队。 有了推特,脸书,一系列社交账号,而且从去年开始入住了中国,有官方微博账号,有官方抖音账号,有官方B站账号,还有官方淘宝店8岁就给,甭托把产品打广告,还要给自己的周边打广告,当时第一条微博就是,问候天朝网友,而且自带中文字幕,希望有一天可以来中国和大家一起玩耍。 你以为是开玩笑? 他是真的来了。 参观故宫的时候还是蛮放松的,但是接下来去了四川成都参观大熊猫自然栖息地。 今年的北京让他感受到多么冷,去年的成都,就让他感受到多么热。 那么热的天,大家都躲屋子里吹空调,他还要参加活动。 网友拍到的路透都是他的情绪很苍,工作人员在边上,一直拿着小风扇吹着。 当然,中国型也是签署了合同的商业活动八岁的孩子而已,经纪人已经萌化当他的表情,有一篇不再可爱的替代策略。 但是当然也有人反驳,工作人员一切以孩子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为主,经纪人也没有强迫举措,孩子自己也想成为YouTuber。 而且,他只要笑一笑就可以挣很多钱,我们这些一个月几千块的贫困人群,没有必要心疼。 Gavin今天早上发了微博,底下网友的留言都很暖,希望他可以享受童年,而不是全身心专注工作,想笑的时候就发自内心笑,不想笑的时候就不用努力笑。 好想跟Gavin说,其实你不笑也很可爱的,也许是网友们过于圣母心,一想了假笑男孩成名的代价,在语言不通的国家动得瑟瑟发抖,始终保持假笑几个小时,被大家轮发微观合照。 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人很喜欢你,你出席的颁奖你还有Super,Star们,主办方帮你支付计票,酒店,你只需要保持微笑,等待金钱入账。 但是这是成人的功利视角,物质和光环很重要,但是代替不了童年。 八岁的孩子对世界恐怕还没有成熟的认知,他真的有金钱价值观,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? 也许Gavin的父母真的也该思考了,无论如何,不要让他的假笑变成真真正正的假笑,最怕的其实是商众用百权规矩子于那所有,未经许可。